那很多人在問說為什麼西風之龍要把這個鍵盤放在下面 大家跟大家解釋一下,你可能要拍一下我的側面 那以前的傳統的筆記本電腦鍵盤是在這邊 所以他們我們在玩的時候必須就相對的靠比較近 我沒有辦法坐很遠去使用 那拉過來之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鍵盤跟滑鼠是同一個水平位的 我們不會這樣子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當我要這樣子的時候 這邊很多會出現的地方 比如說電源什麼就會有時候會影響到 那拉到後面來最大好處第一個就是 我跟這個我就可以比較放鬆的去玩 因為其實它螢幕也夠大 我不需要貼那麼近 所以我可以在這一水平上面去這樣用 就很方便,就夠遠 那也因為它這個鍵盤放到邊邊了 如果它沒有負責的話就是 你如果外出這樣用 其實也OK啦 只是說 你手的角度可能就會比較斜 就是你這樣看的話 就是手比較斜 那也有可能會比較會抹 但是加了這個 它就是很方便 比較舒服 對 而且其實那塊也不是很重 對啊 它也是軟的也方便帶啊 對啊 打小還多方便 而且 它擺在下面 像你剛剛講的重點 就是 它的熱源其實都集中在上半部 對 然後你手放下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這個熱源直接感受到 其實它就是完全獨立的嘛 你可以 因為 比較淺顯的就是乾絲分離啦 嗯 以前我們這邊打 那其實這邊也是熱源 這邊也是熱源 然後手就 對 那你現在把它分開嘛 我們主板都放在這邊 就不會不舒服 對 這邊的固定的溫度就是 涼的啦 嗯 熱源都在這邊 對 比較舒適 好很多啦 其實是 我覺得搬出來是 很大的 第一個是空間得到解放 熱得到解放 然後 我們鍵盤滑鼠也是比較 同一個水平在用 比較合乎 我們在玩遊戲的情境 也是 是